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是关于 圣经里面今天耶稣念对的事 我们先一起来做这一个的 读这段的坏的修告 我信圣经是上帝所获释的 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他是人生上帝的儿子 生命的良 我唯一的救主 我以诚实 温柔 良善的心 来领受神的话 并靠着圣灵的能力来遵守 我将不再一样 做主耶稣基督的名胸告 今天很开心要跟大家来分享 然后来回第四章的时候 天国的君王耶稣 胜过这个世界的魔王 就是魔鬼 我们从耶稣受试探得胜之道 来看我们也同样可以得胜 我们师父真英国非常出名 上个世纪非常出名的一个传道人 名叫师父真 他说有些试探会领到勤恳的人 但所有的试探都会攻击呆过的人 试探有如名枪易挡 案件难防 往往我们想到试探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一定会胜过它 许多时候试探出现的真面目是案件 而我们不知道原来那个是试探 你知道试探常常说出来的这些的话语 是是是而非的谎言 目的是要我们犯罪 作为我们判断一切的标准 判断一切思想 一切主义一切话语的标准 我们才能够动刺对方的动机 我们才能够辨别这句话的来源 我们才能够指出这些话的是与非 耶稣受试探 耶稣我们知道在第三章的时候 他之前 他之前三十岁之前 他在家里面 他受他父亲的训练 他是一个木匠 他三十岁之前就是一个木匠 他在那里默默的来预备自己 因为他生下来就是君王 因为他是大卫王的后裔 这是他第一个身份 第二个身份就是他是祭司 祭司什么 祭司要等到三十岁 男子要等到三十岁成人出来 才能够服侍 这叫祭司 所以等到耶稣三十岁的时候 他已经预备好要出来做祭司 我们知道当时不是在圣殿里面的祭司 而是在天国里面 所以出来的时候 先要做有两方面的预备 第一个 我们知道他先接受施洗 约翰的施洗 这个施洗非常重要 第一他没有必要 受洗因为他没有犯过罪 但是他为了尽诸般的义 这叫谦卑 这叫顺服 这叫与人认同 所以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各位弟兄姐妹 谦卑 谦卑好吗 谦卑好吗 骄傲带来糟糕 谦卑带来恩高 耶稣基督的谦卑 顺服服神的反面让我们看到什么 他没有必要受洗 但是他却用力谦卑正经 接受约翰施洗的时候 美好的事情发生 各位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他从水里晒来的时候天开了 天父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这是一个肯定 接下来圣灵充满他 降在他的身上 是他得能力 得能力 得恩高 接下来要开始他的服事 但是你知道吗 但一个人非常确定 他的身份确定 我们知道 这个名不顺也不正 但是他身份非常确定 上帝自己来盖章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然后接下来又有能力 也有圣灵的恩高 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恩赐在他的身上 弟兄姐妹 接下来是轰轰烈烈的开始 但是你知道吗 圣灵先带领他进入到一个试探 我们要问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先平顺的 而是先进入到考验 我们就来看耶稣受试探的目的 第一 耶稣作为人 就是幕后的亚当 因为首先的亚当 接受试验就失败了 犯罪了 但是幕后的亚当 你接下来也要代表人 首先的亚当 代表人来受魔鬼 撒旦的试探 会不会顺服上帝 结果失败 那幕后的亚当 你现在也要代表人 因为你要把人带进天国 你也要接受 魔鬼撒旦的考验 看看你是不是一样的 信靠 顺服神 幕后的亚当 代表人来接受 魔鬼的试探 他得胜 所以接下来 启动天国的救赎计划 也成为我们 胜过这个试探的榜样 耶稣如何 我们也如何 他怎样得胜 我们也要怎样得胜 不管魔鬼有多强大 不管魔鬼有多强大 耶稣怎样得胜他 我们也是可以这样的得胜 天国的君王 在治理别人之前 必须先证明 自己能够治理他自己 他完全的信靠 跟顺服天父 他得胜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天国君王 有身份有权力 但是却是浪怨权力 浪怨权力 这样的君王是暴君 是非常可怕的 进入这个试探 他知道 他信靠顺服天父 所以 他现在 耶稣基督现在 有非常坚硬的背景 那就是天父 做他的靠山 因为天父自己 给他背书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 现在 他也有圣灵 充满他的超能力 请问这样的特权 耶稣 天国的君王 到底要为谁而用 是为自己的私欲 还是要遵行 天父上的指令 一生前面想一想 如果今天 你也同样的 有了这样的位分 有了这样的身份 坐在这样的位置 有这样的权力 又有超能力 你会用这样的特权 为自己做什么 我们来看耶稣 他要受到考验 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第四章 一起来 随后 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耶稣进食了四十周夜 就饿了 试探者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就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吧 耶稣回答 经上记者 人活着 不是当靠食物 乃是靠神头领 所做的一切 当一个人预备好 要出来服事的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 特别是刚刚被圣灵充满 那样一种的兴奋喜乐 跟拥有这样的一个超能力 进入到超自然的里面 弟兄姐妹 圣灵带领耶稣 竟然不是一个平顺的道路 而是什么 接下来把它带到一个宽野 宽野是非常炎热 非常难受 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 圣灵带领你 也会去到你不喜欢的环境 你以为圣灵带领你 一定是平顺的 一反松顺的 不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圣灵也有反面的代理 圣灵有些时候 带领你进入到一个 你不喜欢的一个环境 你现在忙意 你现在要从进吗 也许是圣灵正在 训练你跟淘灶 这时候带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什么 圣灵会带领我们去接受魔鬼的试探 圣灵难道不是帮助我们逃避魔鬼的试探 连耶稣都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原来圣灵也会带领我们去受魔鬼的试探 对因为祂要你打败魔鬼 Amen 耶稣如何 我们也是如何 我们可以打败魔鬼 好接下来 接受魔鬼试探的时候 魔鬼非常聪明 魔鬼在你现在身份那么清楚 刚刚被圣灵充满 刚刚来到旷野的时候你还是很有条件的 你的身体还是非常好 你的健康还是非常好 你的精神还是非常好 魔鬼不会在你最佳状态的时候 然后就对你说 嘿 有一个好建议 不会的 魔鬼在那边静静看 一天过去了 耶稣禁食 两天过去了 白天晚上都禁食 三天 十天过去了 魔鬼可以耐心的等 二十天过去了 继续耐心的等 三十天过去了 耶稣你知道吗 非常的疲乏 又饥又饿又渴 旷野的天气 白天急 急 炎热晚上急 酷冷 这种的折磨又没吃东西 身体都开始消瘦了 四十周夜 四十天 我相信已经没什么体力了 呀 机会 魔鬼常常就是在你最强的时候 他闭嘴 在你最什么 最无助的时候 最困难 最 最 最软弱的时候 哦 他出现了 他出现的时候 他不是在这真理的面目 拿着武器开始来打你 不不不 因为你一看到他就好了 他不会用这样的面目出现 我们来看接下来 接下来当你最 最没有条件 你现在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请问你现在是在一个旷野的里面吗 你知道吗 试探者 进前来 说了这句话 耶稣 你若是神的儿子 我们如果看整个的语气跟上下来 这个你若是神的儿子 不是怀疑他的身份 而是肯定他的身份 他的意思是 你既然是神的儿子 你既然是神的儿子 你不要忘记 你有身份 你有超自然的能力 因为圣灵在你的身上 你有超自然的能力 耶稣 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是你可以做到的 是你可以做到的 你有这样的能力 而且变成食物 你不用考虑到我 魔鬼说 我不吃 是你需要 你发现到魔鬼这个试探者 进前来的时候 他就带着一个什么 非常体贴人心 温柔的声音 亲切的态度 我安慰你 他说 耶稣 你既然有能力 何必自己受折磨呢 你就把这石头变成食物 吃吧 不要再爱饿了 饿坏生 各位弟兄姐妹 耶稣回答 经上记住 人活着 不是当靠食物 乃是要靠 神口里所处的一切话 我们就来详细来看 这第一个的试探 第一点再看 试探的性质是什么 这个试探的性质 首先告诉耶稣 为你自己着想 第二 你现在身体很需要 满足你自己的肉体的需要 非常重要 而且这样的一个的试探 背后是什么 背后就是 怀疑上帝的爱 耶稣 四十天 你禁食四十天 像你身体挨饿了 我看不到 你所信靠的上帝 爱你 供应你的需要 我觉得我的 你的上帝 有点忘记你 所以耶稣 听我的 我给你建议 你用你的能力 你可以做到的 把这时候 变成食物 把这件事 魔鬼的建议是什么 告诉耶稣 其实当你最需要的时候 你又有条件 又有能力的时候 不需要混上 不需要寻求上帝的旨意 用你超自然的能力 来满足你自己 物质上的需要 魔鬼这一个体谅你 美好的建议 亲切的态度的背后 其实就是要转移你 原本凡事要请问天父的 变成什么 凡事按自己想要 来去做就好 反正我有能力 我又不需要上帝行神迹 我有能力 就让它可以变成这个事 各位弟兄姐妹 这就是魔鬼 在这个事 它的背后是什么 整个的根底是要 怀疑上帝对你的爱 上帝有在照顾你吗 上帝有在照顾你吗 我们今天问一下 我们师父 也是在这样一个旷野里面 我们说主啊 我都到了适婚年龄 我也一直在祷告 为什么到了现在 还没对象呢 你的朋友就来 你的上帝在哪里 你的上帝有爱你吗 你的上帝有关心你的婚姻吗 你的上帝会供应你这个人生配偶吗 有吗 你还在等什么 随便找一个人是你可以做到的 干嘛要等上帝会那个人 把那个带到你面前 你现在就可以找到一个人结婚啊 你知道吗 你可以做到吗 我可以做到吗 蒙古说身体又是你 决意又是你 你都长大了 你都扯了 所以你找一个人结婚 你看你还有这么有条件 听起来会很熟悉啊 这样的声音 会提醒起来 我们忘记了 我们都在等一个合适的人出现 我们忘记了 我们自己要先成为合适的人 一定被自己成为合适的人 也许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正在进入一个矿 都是争吵 在婚姻里面 从享受变成冷受 到冷受到这个 这个不想再冷受的时候 哦 一个试探的人前来 我看你晚上都睡不着 你都在哭 你看旁边那个还在打路 他根本就不关心 你何必这样折扰你自己 你有能力的 你有权力的 你可以离婚的 你干嘛在家里受苦 你看你的日子有明天吗 你可以做到 在这边有没有没人去说你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讲吗 因为我看你这样的辛苦 我看你这样的眼泪好难过 诶 魔鬼的试探声音 你听起来就觉得 怎么那么有人理解我 怎么那么有人那么样的 说出我的心声 哦 你知道 这一些的声音 这些试探的声音 都在让我们什么 忘记上 怀疑上的爱 不去寻求上的心意 都是回到什么 回到我自己 我的感受 我有能力 我可以做到 我干嘛还要再等 不需要 我既然能够做到 我为什么还要再等 我既然能够做到 我为什么还要再受苦 为什么 上帝啊 我觉得你在忘记我 弟兄姐妹 这就是第一个事态的本子 让你怀疑上帝的爱 怀疑上帝的公民 也许我们的经济 也许我们的财业状态 就好像进入到 这个的旷野的里面 我们有时候会知道 主啊 该奉献的也都给你了 建业的也都给了 怎么还没有看到你为我开路呢 你看我的财务还是这么样的紧张 你看我的热线也都还没有办法兑现 主啊 你是不是又忘记我了 怀疑上帝的爱 怀疑上帝的公民 为你随着不管你找工作 不管是你的身份 不管是你的未来 今天你如果 你认识到你自己是在旷野里面 弟兄姐妹 圣灵带领你进入这样一个旷野 不是要你得胜 是要你得胜 而不是要你去听魔鬼的建议 他是要你寻求阿爸天 耐心的得够 我们来看看耶稣说什么 当耶稣说经上记住 耶稣回答的时候不用自己的头脑 不用自己的理性 不用自己的口才 不用自己的经验 不用自己所熟悉的 这一个的方式 他直接对这一个的说谈者 对这个试探者 他直接说经上记住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食物非常重要 但是比食物更加重要的 那就是要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你的建议非常好 谢谢你对我的体谅 但是今天我要翻遍这句话 你的话的来源 不是来自于上帝 而是来自于人的私欲 去体谅人的这个的 这个的私欲 所以耶稣他回答告诉我们 内心听从上帝的话 听从上帝的声音 比外在的食物更加重要 比外在的食物更加重要 耶稣说圣后第一个试探 得胜的原则是什么 无论环境如何 无论我今天是在谎言 无论今天环境多么恶流 无论今天我看不到未来 无论我今天的身体在受苦 我非常的难受 但是我仍然不怀疑 天父对我的爱 因为他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 信任说服上帝的话 比有食物吃更加重要 比有食物吃更加重要 你发现到耶稣没有滥用他的身份 耶稣没有滥用圣灵给他的草原 各位弟兄姐妹 当耶稣说这句话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头里所做的这一句话 是引愿了这个生命纪 生命纪的这个第八章 各位弟兄姐妹 那个讲什么 当耶稣引愿这句话 那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在旷远 他们在旷远的确是 旷远没有什么东西吃 没有地方种菜 没有地方吃到什么 什么鱼等等 什么都没有 旷远没有东西吃 只有酷热的天气 他们开始什么 他们开始埋怨跟上帝说 我们没有东西吃 上帝说 只要你听我的 你一定会有东西吃 你们只要谨守遵行我的话 就一定有东西吃 四十年之久 他们在旷远 每一天都有麻纳降下 麻纳多么特别 就是一种食物而已 结果里面有维他命 里面有营养 各样的矿物质 各样的蛋白质 各样的东西全部都有 但是只有一样的 麻纳 今天如果神给你聪明 你终于找到麻纳的公优乐 方程式 哎呀就发大财了 这个不平太老 四十年吃麻纳 没有缺乏 但是原则是什么 听上帝的话 上帝说什么 上帝说 第一天到第六天 你们每天出去 拿你们家人所需要的麻纳 不要多了 多了第二天一定生虫 也不要少那 因为足够你家里用 听上帝的话 以色列的四十年就是这样 阿玛纳 到了第七天安息日的时候 神说 第六天 神说第七天是安息日 第六天你们要拿双费 要拿双费 这个第六天跟第七天的安息日 要拿双费 果然他们出去就拿 就拿了双费 但是他们想 我们过去的五天的经验都是 只要多拿第二天一定发臭 那现在多拿一天给安息日 会发臭吗 当他们第二天安息日的时候 他们发现到 马纳 没有生虫 没有发臭 而耶稣讲这句话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而是靠上帝口里所处的一切 话 告诉我们什么 外在的需要 对上帝来说 一如方丈 怎样是我们的心 信任他 寻求祂的旨意 Amen 各位弟兄姐妹 这道经文后面告诉我们 当试探结束的时候 上帝拆开天使来 服侍 服侍耶稣 哇 遵行上帝的话 比外在的食物更加重要 所以胜负这个试探 第一 你一定要认清 你一定要看重你自己尊贵的身份 我竟然是阿爸天父宝贝的儿女 我是他的王子 或者是我是他的公主 天父 我会不爱你 不要怀疑天父的爱 他说过的话 他就给你成全 我们要信任天父 他的话语 他说听我的 我一定够你 你如果不听我的 你自己找 你当然有能力可以找到 但是 后果 是让你失去幸福 没有让你得到幸福 所以 我们 靠着这两方面 我们一定能够 胜负是他 时间内关系 我要再讲快一点 来第五经期来读 随后 魔鬼带耶稣进了圣城 使他站在殿的最高处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就跳下去吧 因为今上记者 神为了你 为吩咐自己的死者 愿手扩住你 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 耶稣对他说 今上有记者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当然经文是说 魔鬼带耶稣进入圣城 但耶稣接受考验的时候 真的就顺着魔鬼 魔鬼把他带到圣城 然后站在圣殿的最高处 也许这个事发生在灵里面 在灵界里面 因为他们都能够进入到灵界 也许是发生在灵界里面 所以你看站在这个殿的最高处 然后魔鬼同样的 魔鬼看到第一个的试探 耶稣隐悦经文 隐悦生命记第八章 上帝的坏来回答 攻破那一个试探 魔鬼厉害 魔鬼跟人类打交到五六千年 他非常知道人类的方法 人类的辨证 他都很知道 所以你愿的一次 他好像电脑那样 你可能记住了 然后接下来 就要用你的方式来攻你 让你出其不意的被打败 所以魔鬼怎么说 魔鬼你既然是神的儿子 跳下去吧 诶 经上说 你不是隐悦圣经吗 我跟你一样的隐悦圣经 所以我们站在一起 我们是一类人 我跟你站在同一边 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你对一个人 非常的有防备 但是你发现到 那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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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结婚 对他 我也不要结婚 对他 我也不要结婚 你就雷克对他 放手 因为他站在你那一边 你突然间觉得 他是你的朋友 你忘记了 我们本职上司徒 好 那我们来看 经上纪就说 他引用了这段经文 他说上帝为了你 为了翻覆自己的使者 用手拖住你 免得你的脚碰到时候 但是你发现到 魔鬼的伎俩跟 在伊甸园里面 所用的伎俩一样 他每一次引用圣经 他一定冤得都全面 然后断章取义 你发现他就少了这句 他就少了这句 圣经是说 他会吩咐自己的使者 在你所行的路上 保护你 圣经讲得很清楚 上帝说 我保护你 我拖住你 是在你什么 所行的路上 但是魔鬼说什么 魔鬼说 嘿 上帝说他会保护你 会拖住你 是什么 从电影 跳下去 他偷偷的改变你的话 你不读圣经 你一定上当 魔鬼对圣经的熟悉 比你更熟悉 你感到不懂 耶稣非常的清楚 他又引用圣经 圣经经第六章说 今上帝就是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我们一起来看 第二个的试探在圣殿的殿 这个试探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试探的本质就是 从外在的肉体的 肉体的欲望的 试探失败 现在进入到内心里面 内心里面是什么 试探 就是你的灵命 你的灵命 试探你的灵命 试探什么 是上帝所说的话 是不是会成就 他要你什么 他要你怀疑上帝的信实 他要你怀疑上帝的信实 他要你怀疑上帝所说的应许 真的会实现吗 上帝的应许 真的会保护你 这是我们在这个试探里面 所以他说 你怎么知道 你的上帝说过的话 说话算话 很简单 去讨厌你的上帝 去试探他 所以你看 上帝不是说 他会保护你吗 他不是说 会用手托住你吗 他不是说 会不让你跌倒吗 你要试试看 你才知道 跳下去 所以呢 你知道吗 你听起来就觉得对啊 上帝的话 如果我没有试 我怎么知道呢 好 摩托就鼓励耶稣 从殿里跳下去 表明 你就是相信神 你怎么知道你相信神 你住啊 你跳下去啊 你就知道你相信神的应许 哇 把它转过来 耶稣很清楚 魔鬼的这个影院经文是什么 断暂取历 断暂取历 耶稣比魔鬼更熟悉这个圣经 他知道不可以利用神的应许 来满足自己的思虑 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进入到那种困境 迷茫 无助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很多 但是为什么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为什么我都没有经历 我听过很多复兴的事情 为什么都是别的 我听过很多超自然的什么 医治神经 为什么都是别的 为什么不是我 你知道吗 当你这样的怀疑上帝的应许 怀疑上帝的信实的时候 那试探的人就 什么呢 你去试试看上帝 你去试试他 他不是说 这个 他会供应你 你让你将天敞开 无处可落 你把你所有的一切的财产 全都捅给教徒 你看是不是第二天 将天敞开 财物掉下来 你不是你怎么知道 各位弟兄姐妹 魔鬼隐悦这些的坏语 他就让你忘记了 神给你理性 来做最基本的判断 有些时候 我们太饥渴 我们面对困境 面对迷茫 不知道怎么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的耳朵只要听到谁说 哪里哪里有先知 哪里哪里有发一言 我们的心就忘记了 圣经造就共议所有一切的答案 放在我们的家 放在我们的书作 找最有灰尘的 我们都不愿意去看 我们总想去找看见的人 听得到的声音 而且他又不认识我 我多么想找他 来为我暗数 到底我要选择A弟兄还是B弟兄 到底我要选择A乘士还是B乘士 到底我要什么 我要做什么选择 哎呀 为什么我都听不懂 来 听说先知在这里 听说有发音员的在这里 你就听他说去吧 他没跟你讲A跟B 他就讲去吧 那你猜 因为他也不知道 你忘记他是有限的人 你带着你的心态 看他为无限的神 来去寻求他 我不知道圣经在你里面 发出怎样的担忧 是你没有察觉到 各位弟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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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都说 所有的灵 所有的话语都要采用 包括圣灵 把自己放在这个规则上 连圣灵的工作 我们都要采用 你知道上帝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 多么保护我们 弟兄姐妹 我们什么时候会去 接受这样的试探呢 就是我们进入到一个 不知道如何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总想做一件很特别的事 来考验上帝 他的应许 考验上帝 他的话 弟兄姐 这就是我们灵命里面 遇到一个的瓶颈 我们灵命遇到一个枯干 我们灵命遇到一个困境的时候 我们总想要试探一下圣灵 你真的说话 说什么话 弟兄姐 耶稣用这句话 不可试探你的神 又是有备的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在范里四十年 他们每天经历神迹 神供应他们天上的玛纳 让他们吃没有缺化 他们每天活在神迹中 每天经历神迹 但是走到一个 跨越的地方的时候 没有水 非常的干渴 非常的干渴 他们接下来 他们为什么不跟上帝好好说话 他们没有东西制 没有水盒 为什么不跟摩西说 摩西请你带我们向上帝求 我们需要水盒 为什么人不愿意喜欢 好好地跟上帝说话 人喜欢什么 试探神 在生命经里面 让我们看到摩西说 那叫满用神 那叫不信任神 满用神 所以要来试探神 是不信任神的应许 不信任神是信实的 不信任神的话 是什么 满用神 想要用我的方式 逼上帝一定要成就 用今天的话来说什么 我想要掌控上帝 我用上帝说过的话 来掌控他 要他入了成就 按我的时间 按我的方式 现在来成就 弟兄姐妹 感谢主我们的上帝 不让我们掌控 Amen 得胜的原则是什么 耶稣很清楚知道 一个人 你试探你上帝的时候 就已经证明 你不是真正的相信神 一个真正相信神 不是试探神 而是顺服神 所以顺服神 要去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 而不是利用上帝的应许 绑架上帝 要他听我的 弟兄姐妹 一起来读 守住自己的尊贵身份 信任顺服天父的话语 我们必能胜过试探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试探 一起来 最后 魔鬼带耶稣上了一座极高的山 把世界各国和各国的荣华 都指给他看 并且对他说 你只要跪下来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 但耶稣说 撒旦走开 敬善祭祖 当拜祖主祢的上帝 当要适逢他 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 有天使其赖 不是他 魔鬼很挫败 但是我们可以从魔鬼身上 学到一样的功课就是 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放弃 这两个字 一个人犯罪了 你发现了上瘾的人 跟犯罪的人 不知道什么叫结束 总是想要做 魔鬼就是这样 魔鬼第一次想要用肉体的情 私欲来引诱 失败 想要用你内心里面的渴望 来去试探 失败 接下来 魔鬼 单刀子录 拿出他的看家本领 叫什么 说谎 他就跟耶稣说什么 他现在很知道 他不能够再用那句话 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 因为接下来这个试探 跟这个身份不符合 他不用 他直接说 而且讲话非常的直接 耶稣 现在在这个山上 我让你看到这万佛 和万佛的荣华 你看到没 各样的权柄 各样的财富 各样的美女 各样的享乐 各样你想要的 包括iPhone 什么什么都有 跑车 什么都有 耶稣 我不会要你付代价 我们只要做一个交易 就是一个交易 而且这个交易就是 你跟我们知道 我们站在高山上 没有其他人 耶稣 你就只要在这里 向我会拜 拜一次就好 拜一下 承认我就是你的主人 你不要再侍奉什么 什么天上的佛 我直接给你看到主人 你拜我一下 这一切都是你 如果你要承认 这位参理来的父亲 你要继续称他为天父 耶稣你来看 你看到没有 你在接下来你要走的路 是受苦的 被人出卖的 被你的门徒给离弃的 最后痛苦的残忍 死在十字架上 你做这一切 岂不是要回到你的目的 就是要做王 你不是要做王吗 何必要走 付这么大的代价的路 才做王 耶稣 我直接跟你交易 我让你 让你来做王 我做太王 太上王 你来做王 你拜我一下 我们两个交易就丢了 你就走就行了 你需要受苦吗 不用 需要三十字架吗 不用 你直接做王 立刻做王 弟兄姐妹 这个试探的性质是什么 这个试探的性质是走捷径 走捷径靠交易 立刻得到你想要的 弟兄姐妹 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 当我们看不到前面的道路 当我们很迷茫的时候 当我们一直想要的得不到的时候 当我们里面开始有埋怨的时候 当我们里面想到 为什么 为什么我那么自卑 为什么我没有超能力 为什么我的口才没有那么好 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多的财富 你看别人看不起我 没有人用意嫁给你 或者没有人用意娶我 你看我长相那么一般 我没有等 快点 我要 我要成为世界的王 我要一夜之间变成富有 魔鬼可以给你 你知道很多的歌星 就是跟魔鬼做交易 一夜之间捧弄起来 结果呢 最高峰的时候一定会意外死亡 因为魔鬼烂 这样的交易的人 一定没有给你后悔的机会 你想后悔的时候 他就立刻让你死亡 你想想跟魔鬼交易一定不会有好下场 这个就是这个的试探的性质 走捷径 好交易 很多人不想走 上天为你预备了 总想走捷径 魔鬼这个的计划就是要破坏耶稣来到世上 救恩的计划 那是耶稣的使命 那是耶稣的使命 魔鬼要破坏这个上天的计划 告诉耶稣 你不愿受苦 你可以直接做完 但是耶稣回答 耶稣不给这个扫蛋机会了 扫蛋 走开 经上记者说 当败主你的上帝 当妙适逢 我们一定要认定我们的上帝是上帝 不是因为我们选择 而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他的救赎 他的拯救 是他所创造 是他所爱 是他宝贝的能力 这句话在出现在生命纪同样 第六章 上文讲什么 上文讲 摩西透过 神透过摩西来对这些以色列百事说 你们要记得 耶稣把神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 他是救赎你们的神 他是救你们脱离这些的 如普的恶 是救赎的脱离这些罪 所以当我们说上帝 我当然来敬拜你侍奉你 不是因为这是一个 思考后选择哪一个 而是因为亲身经历 他就是我们的天父 拯救我们的神 认定上帝就是上帝 绝不交平 拒绝走容易的路来做完 因为他叫上当 欺骗者也是说还者 各位弟兄姐妹 得胜的原则就是信任神 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计划 哪怕要付很多的代价 义人很懂得 只敬拜 是否有一个真实 各位弟兄姐妹 结果我们看到耶稣完成了 十字架的救恩 从十里复活 他就成为什么 妄满之王 妄满之主 他的国 将来他的国是充满和平 魔鬼当初给耶稣看 我给你看这万国的仁华 世上的万国 魔鬼其实让耶稣看到的是 这个国度的权柄 又或富贵跟仁华 其实耶稣看到的是什么 耶稣看到这世上的国度 各个军王 各个的王 都是勾心斗角 互相争战 自相惨杀 这国攻打那国 那国攻打这国 这民攻打那民 耶稣才笨 不要做这样的王 Amen 耶稣要透过十字架 经过救赎 改变人的生命 接下来他的国才是什么 充满着平安 充满着爱 充满着光明 享受着上帝的能力的国度 Hallelujah 我们的耶稣 多么有眼光 多么有智慧 一起来读 守住自己尊贵的身份 信任 赦服天父的话语 我们必能 赦服试探 很快让我们来看 真的我就稍微很快来看 我们要了解魔鬼试探的能力 进来透过这三个试探 第一个 魔鬼的示范一定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你看饥饿 耶稣饥饿的时候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特别对我们今天 最孤单的时候 最孤单的时候 也许你不会饥饿 因为你生活没问题 孤单 最孤单的时候他就出现了 然后呢 他会用现有的东西 你看像耶稣那个石头 现有的东西来诱惑你 好 今天很多现有的东西 手机里面 摄取的东西 电脑 摄取的东西 他要现有的东西来诱惑你 第二 魔鬼的示范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你可以做到的 而且这里面 通通做都没问题 通通做都没问题 你有这个能力 好 对耶稣来说 因为他有神的儿子 圣灵的充满 他有这样的神魂 第三 魔鬼的试探 不是真灵的面貌 真的可能是一个美女 或者帅哥的面貌来出现 或者慈祥的老男的姿态来出现 他是以很慈祥温柔 体贴人的姿态 那你放不上了 第四 他所有这一切的试探 他的核心 他的核心的内容 你听起来 都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 我没有得到好处 我没有得到好处 都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 第五 而且我们说 如果你听我的建议 你肯定你现在活得更好 你肯定你现在拥有的更多 你肯定你现在居上不居下 肯定你现在更好 像伊甸典的 雅达夏娃寿司和耶稣一样 你吃这个果子 你就像上帝一样聪明 同样的跟耶稣说 你知道吗 你如果能够从殿顶 你跳下来不死 你不必上死之家 已经一夜成名了 成为明星了 头条新闻 如果万果都是你的 你跟我拜一拜 你就立刻成为管 姐姐 魔鬼对待上帝的话 第一 指引他要你怀疑神的话 如果你说上帝不适合我这么做 他说真的吗 真的吗 我们常常对话也是这样 如果你邀请每个 走一起去吃饭 你说不要了有点累 真的吗 去啦 不要了 真的不要了 好好好 哎呀 我们人就会这样 我会很厉害 他知道我们有面子问题 他知道我们记忆力不太好 他知道我们哎呀很难拒绝 我们不知道如何说不 所以他没事真的 上帝真的有这么说吗 你说有 他说哪一章哪一节啊 啊 你看你不会了 断杂群力 好 第一 他的试探是多方面的 从最容易的肉体的试探 到里面的试探 到最后精神骄傲的试探 你发现他不成功 不罢休 除非我们像耶稣那样 侧着他 离开 他才离开 各位弟兄姐妹 来最后的大点 好我们快来看 耶稣如何圣布试探 第一 耶稣很认清跟爱惜自己尊贵的身份 我们今天一定要爱惜我们的身份 如果我们认定我们是丸子的身份 我们不会做那些流满所做的 我们是丸子 跟旁边讲 男的讲丸子 女的讲公主 你也可以告诉他 你是 你是 你要那个你是 好 第二 耶稣非常熟悉圣经 尊心跟遵行上帝的话语 他不听信才言 他也不靠自己的聪明来辨别 他懂得真正上方保见神的话语 第三 耶稣送服上帝给他的使命 哪怕是要付代价 他的不愿意走捷径 第四 他信任上帝 耐心等待上帝的时间 上帝有他的时间 有他的方式 不听某个人建议 你看后来有天使来服侍他 第五 敬畏神 不以自我为中心 不要满愿你的身份和权利 不要满愿 特别是如果你有启示性的话 有恩赐 如果你又有传费的恩赐 你又有祷告叫能得医治的恩赐 医病的恩赐 很多时候 我们就会满愿这样的能力跟身份 弟兄姐妹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 那这个我就今天就不讲了 耶稣跟亚当整个试探的比较 受试探的要不要讲 还是不要讲 结束 我们已经很尝尝 弟兄姐妹们 那我们这时刻我们 今天听到神的话语 我们就知道 原来试探是这么样的不知不觉 原来试探是这样的似是而非 原来试探的真面目就像 奥罗所说 是什么 装扮光明天使的魔鬼 魔鬼会装扮成光明的天使来欺骗 来疑惑人 来诱惑人 弟兄姐妹 我怕怕今天 你听了这一篇的信息 你要跟上帝回应说 上帝我一定要熟悉你的话 要不然我就被骗了 原来魔鬼比我更熟悉上帝的光 所以你一定要跟上帝说 帮助我 帮助我 我要好好的熟悉你的话 第二 你要跟上帝说 我要 我要看重我自己的身份 不是你尊贵的 宝贵的儿女 我是阿爸天父宝贵的儿女 我不是烂子 我也不是孤儿 我也不是罪的奴仆 我是天国里面 耶稣所救赎所爱的 尊贵的儿女 你就跟耶稣来做这个祷告 你说 主耶稣 谢谢你为我做的榜样 我将我的心 同样的献给上帝 亲爱的圣灵 请你来带领我们 可以安静在阿爸父的怀抱里面 不怀疑天父的爱 不怀疑天父的应许 不怀疑天父的同在 不怀疑天父对我们说 我们是他 宝贵的儿女 不怀疑天父说 我并与你同在 不怀疑天父 不怀疑天父 也不撇下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圣灵起礼拜 走